崔永元最新回应调查范冰冰大小合同逃税是好事?黄毅清加入骂战? 要说如今娱乐圈最热门的事件当属崔永元首思冯小刚范冰冰一事了,连续数日里,崔永元发表多条动态指指两人,甚至还晒出一些以似实锤证据,指出范冰冰大小合同一事 网友在感叹这些明星大腕强大的吸金能力之外,还被崔永元说到的大小合同颇感兴趣 而昨日崔永元再次在微博上解析了大小合同一事,我家禅时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 小的是演出200万,大的是策划监制748万加90万,再拿一麻贷现金 这还不算一线的,我家禅时官说,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儿 按照他的描述,大小合同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另外崔永元还依次喊话法律要管这事 果然,今天就有多条消息指出江苏等地税务局已经就崔永元此事对相关人员进行依法调查 这一次恐怕范冰冰是攀上大事了 另外崔永元提到娱乐圈的大小合同一事,也引来了两位娱乐圈纪检委黄一清和袁立的支持 其中袁立还是娱乐圈的演员呢,他日前在转发崔永元动态时说道 这种秘密怎么能说的呢?疑似印证娱乐圈里的大小合同和逃税的现象 另外黄一前夫黄一清也在日前加入到这场首次大战中来,黄一清也发表动态指出大小合同在娱乐圈仍尽皆知的事 因为演员的税率高,所以大小合同或者打款到亲戚家人名下账户是常见的做法 另外黄一清还在今天发动态疑四案指范冰冰,在大小合同中范冰冰母亲账户里频繁的巨额收款记录,70%资金是逃税所得 更是淫罚网友的热议,难道现在娱乐圈真是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规避税务吗? 面对崔永元,袁立一级黄一清三人的言辞种种迹象表明,这消息的可靠程度已经非常高 而如今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事,范冰冰刺刺恐怕面临着巨大的麻烦,是否能轻折自欣,还是真如网上所言大小合同逃税,我们吃瓜群众心目一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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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